提出了東復發展條例 那我相信 對於長期以來花蓮人的苦 我們多少有一些補償 對於我們搭公共運輸交通 我們的火車費用 花蓮人搭飛機坐火車 可以半價的補償 我想這個是完全符合公道 也是天經地義的一個主張跟要求 那我們在法源上面 在最快的時間內提出主張 也是我最負責任的做法 雖然這個選舉還沒到 但是我也願意花這個時間 甚至我等一下要回家的車票 我本來也買不到車票 那非常不容易 我還拜託蔡华朗密偉幫我買到票 才有這個火車票可以回到家去 繼續努力 所以這個等等的這些用心 那我也相信 這是最符合花蓮人的需求 我們的民生問題 我們的經濟問題的改善 是刻不容緩的 是一刻都不能夠耽擱 那也許其他人會覺得他當選後 才要怎麼樣怎麼樣 年底才要怎麼樣 但是我們現在就花相當的精神跟時間 已經在推動 那我相信 相較於國民黨的秘書長金普聰 今天跑到這個花蓮去 這個感冒剛好就到處在噴政治口水 到處在罵人 那我們做一個對比 我奔波到立法院來 推動我們花蓮人的經濟民生法案 是對花蓮人的未來有最誠懇最實際的幫助 那我們的用心我也相信花蓮人都看得到 我們要的是對未來民生問題 對我們經濟問題 對交通建設最立即最實質的改善 而不是去扯過去的政治口水 那我再一次的感謝今天民進黨的黨團 願意全力的為東部的發展 對於體會一起承擔東部人的苦 大家願意來出這份心力 那最快的時間內 在昨天程序委員會通過之後 我們希望在下一次的院會 就能夠順利的排入議程 我們用最快的時間之內 用全黨的力量 一起來推動改善東部人生活的東部發展條例 謝謝 中間我們中間做的事情 對我們有一個結論一下 我們再一起來試這個政策 這個美金跟各位同學 這個美金每個代表法人要競選時 民調數都20% 現在在誤差範圍之內 所以我相信他還要20個禮拜 一起來 他不會有4%啦 他不會誤差範圍 差不多啦 哈哈哈哈 那所以 要再承 所以我相信他的動算 他的動算有兩個意義 第一個意義 我們以前說中北青蘭 這個中北青蘭現在漸漸漸改進了 所以南部一直漸漸收到南部的東西 現在 中西部 清東部 所以這個黄山 這些都過去給我們忽略 現在因為這個 在滾成美金 他們一直鼓吹 所以有在說 我們就要漸漸避免避免 所以我是說 消費政府議員動選 對於避免發動的發展有很多的方法 所以希望發動的人可以認定這點 讓疫情可以順利動選 繼續來推動黨報發展條例 這點 第二點 最近馬英雄和金曉濤亂交 所以消費政府動選 定義跟他們說 你這個論文 台灣人有支持你這種做法 所以我才對馬英雄和金曉濤的一種公投 希望他們動選 我們可以增加一個監督馬政府的力量 他必須對外交和中國的關係都很嚴重 現在這比我們台灣最重要的力量 所以我們動選 我們增加一個生命心 還有在外交對中國的政治方面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力量 所以直接拜託 我們這個發展的人 可以把錢錢還可以順利動選 謝謝 可以這樣 稍後再喝點 讓我們分享 現在總共有一個給我們 我們的新年禮 對新年禮 我去日本的時候看到 看到撈稜就想到消磨掉 那明天說錯了 來來來來 拿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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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喔 每天 每天是愛貓人是大家都知道 那這個是帶來幸福的 這是貓 好可愛喔 對,這是貓 這是貓 好可愛 都是招呼貓 招呼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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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個會帶來一匹喔 好可愛喔 滿高一點 反貓貓、反貓咪 牠都沒有狗啊 那個 我現在都在中東嗎 沒有沒有 我現在都在中東 看到貓,明天想到小美景 趕快買回來帶給他 好,謝謝 歡迎享受到花蓮 謝謝 我們還有 另外黨團要給所有東部人民的春節禮物 春節禮物 這是我們要一起給花東人民的 依花東的禮物 來 來 來一個一個來 來 成立五百億基金 這是發展東部的基金 永續發展的基金 好 來 來 振興產業免徵營業稅 這也是比照離島的建設條例的主張 第三個 政府補助 政府補助交通增班 票價簡單 那這是我們要一起送給所有移花東 長期遭受交通不便 生活困難的移花東人民的春節的禮物 我們 來 我們 支持小美琴 花蓮人 幸福不必等 幸福不必等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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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